是說年輕人的辛苦 我記得我爸爸媽媽說 小時候去你的年代 讀大學 總之有大學學位 或者讀過大學的人 一定不會有任何問題、困難 生活上 我想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香港讀完書出來的人 未必一定這麼好 我了解就是這樣 我也是年輕人 雖然我不是在香港住 我也是讀了兩個學位 但其實我也是有這個困難 我每個月交租、水電煤、電話費 其實加上很貴 其實每個月都是緊緊的 其實那種心情都可以挺恐怖 因為我試過三天後要交租 要交一千多元租 我只剩三百元 接下來這三天哪裏賺一千多元 會經常都是這樣 其實很緊張 分不了家裡 你可以沒有家住 真的可以死 你真的沒有飯吃 不吃都沒關係 我試過很多人不吃飯 我經常都會 為了省幾十元都不吃飯 但我會覺得 其實我會很了解那種心情 因為其實你怎麼可以說理想 其實你連基本的 有沒有地方住 有沒有飯吃 有沒有教訓 有沒有水 這些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如果沒有的時候 你是會 你生存那個能力會出來 你會想一些很不同的東西 你不可以再想理想 你不可以像以前讀大學的時候 我怎麼可以想這個藝術的題目 很深入的 很抽象的藝術題目 怎麼可以答到這個問題 你不會想這些 你只會想 我明天就在家住 我需要睡街 這些問題都是很重要的 我猜測到這首歌 其實就是講這種感覺 就是年輕人 本來是很有理想 很多的夢想 其實是 讀完書出來 發覺原來 不用想的 但其實後來 所有的選擇 都是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作為一個這樣的決定 你是要有 一個責任的選擇 我亦都可以 維穩 去做一些很安全的事情 我是有什麼能力這樣做的 我沒有選擇人這樣做 這個是我自己選擇的路 我是要回應 當你做一些你不是自己的 怎麼說呢 好像不是你自己的事情 好像違反了自己的性格 那樣的事情 你就變成真實 你就變成對自己不住 所以其實你自己很需要做 一定要做 不是你會 反過來你會 你會失憂